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奇奇怪的味道到底好不好吃 我手上的两个味道呢是鲜花牛奶青团跟琥珀龙井青团 而我手上这两个呢 一个是乳酸菌味的红豆青团 一个呢是百香果味的乳酸菌青团 而且它叫乳酸菌红豆 为什么它不叫乳酸菌百香果 一定要叫百香果乳酸菌 他们好像在我那个成语接龙 最想吃的是流星鲜花牛奶 我觉得它应该是鲜花饼的那个路线 可是为什么会流星呢 细思极恐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青团打开了以后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我觉得它的包装还是非常有质感的 磨砂的 我喜欢这种青团 等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表情很好 可不给我个特性 不可以 如此的清香 我这个对焦不了 仿佛你就在春天的田野里 不知所料它的味道是鲜花饼的味道 吃起来就很香 里面的馅我觉得打得是非常的细的 然后流星的部分就是牛奶的味道 牛奶香味少了一点以外还非常的甜 吃完这个我就会非常腻 第二款呢我们来吃一下这个乳酸菌味的红豆青团吧 我想吃这个 第二款我们就准备吃这个百香果味的乳酸菌青团 这个感觉会很好吃 好想和你吃一做 这句话乍一听就是想要跟我吃一个感觉就是很喜欢我 只想一下的话其实是嫌弃它太饱了 我本来以为它是那种很流星的感觉 结果呢它是把百香果跟乳酸菌打成了那种泥 细很细的红豆沙那种沙沙的口感 我觉得还蛮好创意的吃起来酸酸甜甜也蛮好吃的 但是呢又没有说好吃到我还想回购它 整个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过于甜 那我觉得这个好好点因为它有酸酸的味道 嗯 乳酸菌味的红豆 我都没想到它是什么味道 不是啊 你尊重一下这个测评好不好 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呀 接下来我们要测评的是乳酸菌味的红豆 但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我觉得它很可能就是红豆沙 然后加了一点乳酸菌的味道 我还你说我也这么觉得 它就是一个吃到第二趴 你就知道大概接下来会是什么的 如果它能给我惊喜 我就要给它打高分 人家很想说你是谁啊 谁稀罕你的高分啊 可是我觉得这款 它甜度没有前面那两款那么高 豆沙似乎没有那么甜 本来我以为酸奶味跟红豆是很不搭的 但它的那个酸奶味道又不是说有味道 它好像是一种香味 然后它就会让你吃红豆的感觉中 多了一丝水润就没有那么干 所以这个还蛮好吃 老婆我发明了一个 看起来吃得多 其实只吃一点点 我吃给你看 在进楼里是干的 吃饭 我刚才就是这么吃的 那你完蛋了 最后一位选手就是 注意这位阿婆煮白夜有口味的一面 朝镜头了 这个 不是应该你煎吗 我 我这一面 这一面 我不知道是什么 虎婆龙井茶清团 我刚才想煎 琥珀龙井茶清团 其实这款清团它的茶叶的香味 我觉得还是有的 但是你大概嚼了 那么两三口以后 又是一股非常简单粗暴的甜 太甜了 那是今天所有的 吃到你们最甜的 而且甜到你不想再吃下一口的感觉 而且你们看它的流心 绿油油的 不行吗 中间的流心的部分是抹茶的味道 反而抹茶的味道比较重 但是依然是甜味更重 好 结束 好了 今天这个测评就结束了 四位享受全部一一落马 恭喜他们 真的都不好吃了 总的来说 我觉得四款都没有那种 让我非常之惊喜 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我还要再买啦 我还要再吃 还要送给朋友吃的那种感觉 这一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 记得关注我们 看最真实的测评 关注唐晟琳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咯 哦 对了 毕交出来 说的就是你 拜拜